梁文貴現在是陸委會副主委,覺得他是任嗎? 這個當時他還在當台北市議會議員的時候,他堅持說只要有公機擾臺就要把這個送前頓然停掉 他現在去當陸委會副主委,我們希望他堅持他以前的信念 因為我認為在短期內,公機還是會擾臺 所以他當陸委會副主委,應當把目前台灣跟大陸之間的交流全部停掉 這樣他才不會有雙標黨的問題 好,謝謝,謝謝大家